川普律師團隊中的大律師林伍德 11月21日接受The Drive Time節目主持人 克塞·克拉克和羅伯特·佐爾納博士的採訪時表示 美國將發生巨大的覺醒,每一個謊言都會被揭穿,很多人會入獄。 林伍德律師錄音一出,納克驚嚇一批人。 林伍德律師推文提道:"今天是個很好的日子來講講大選舞弊, 但更重要的是信仰上帝,我希望你能花點時間來聽聽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。 林伍德律師曾經說:"拜登永遠不會成為我們國家的總統。 相反,拜登將和很多其他人一起成為囚犯,耐心一點,相信川普。 林伍德律師接受採訪時說:"美國將發生巨大的覺醒,每一個謊言都會被揭穿, 很多人會入獄,驚恐到一批人。拜登、奧巴馬或參加了政變。 林伍德律師強調,最高法院正在進行調整,國防部最近被總統調整了。 一個打擊網絡恐怖主義和反恐專家就位了。 正如我所說的那樣,看看川普在2018年用行政命令做了什麼, 以應對外國干涉我們的國家選舉。 未來一段時間我會看到很多人會入獄,對於大選舞弊、 顛覆美國憲政會看到更多人入獄。 林伍德律師說道:"真相會顯露出來,真相會大白天下, 美國將發生巨大的覺醒。 就跟林伍德律師所說的,美國人開始覺醒, 走上街頭爭取選舉公平、公正、透明。 看看主流媒體不報導的美國人的心聲。 多謝你收看這次時局新聞,再會。 感謝你收看這次。